大家好,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它比较大,然后我们得到了信息至少知道有三个人的生日的信息,那我们作为学习研究的人的话,就要好好去研究,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拿真实的案例去看看我们学习的理论对不对,去验证一下才是最好的,我们一个个来。 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它的八字我们都知道,就是之前说过它的八字是什么,是水得木飘,那它的八字是水得木飘,水得木飘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东西信息就要说了,第一个是什么,它的害种甲木同样也是水得木飘,那所以呢就是水得木飘大家知道了,鬼水鬼水,这个不知道的先把它去掉, 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管它,就是说它是鬼水鬼水,害子丑是三会水,那就很多很多水,这个冬天的甲木,木头,就等于在水上飘的一根木头而已,而这个意思是水得木飘,首先说我们说八字是水得木飘,对吧,水得木飘,第二的话是什么呢,第二的话就是说它,它其实在害种的甲木,害种的甲木也是水得木飘, 那这个甲木的根是坏掉的,是没有的,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有个姐姐,有个姐姐,有个姐姐也是去世的,姐姐是在这个学校的,她自己是去这个学校,那这个学校也是不是水得木飘的人, 她去了这种东西,就不好的,她这个八字其实用木货,有网友给我留言说用土,其实这个八字用不了土的,因为你这么大的水,举个例子,你大洪水的时候,你扔一包土进去是没用的,是挡不住的, 你首先,你就让你去,你去制洪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靠木,靠木头什么东西,先揽起来以后才放土,或者是说搞成土砂包一样,整个大土进去才有用的,对吧,甚至你看卡车下去,整个车下去嘛,拽到一堆的土嘛,石头嘛,对吧,这才行的, 我不是说,这普通的一点土没用的,说是用不了土的,它八字主要还是用木货,而且你整个八字上来,你一点火都没有也不行,人要有洋气的,对吧,所以呢,它是,它这个就显示出来,它确实是,姐姐也不好,对吧,姐姐不好,然后呢,它这个也不好,然后我也说过,因为它这是硬心,水为硬,水为硬,那它这个八字硬是为继, 硬是为继,硬为继的话,那有人家会说,硬为继,那为什么它读书这么好呢,那读书好是读书好,但是死读书的这种人,这种是死读书的,也就是说它这种是,因为硬太旺的人呢,就是固执,固执,死板,死板,点上呢,我们所谓说的,比较书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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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作为女人来说,硬太重了是,是孩子,是会比较少,比较少,然后硬太重了,那么我们说,硬是代表是妈妈, 那么既然硬这么重,那么爸爸呢,不是,爸爸其实是受课,爸爸是受课,而且是硬重,那么就是说明是什么,妈妈强势,强势, 就能看得到哦,然后我们如果,因为有一些学员是学过这个人生密码的话,人生密码的时候,他是一号人,是吧,人生密码是一号人,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什么,一号人,一号人,那就是什么,领导性,个人,个人, 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也就是说这种人呢,就很自我为中心哦,就是,那当然了,他,他本身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人,读书啊,各方面都很厉害哦,所以呢,他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哦,很厉害,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哦,这个人他是三号人,一个人生密码就知道了,他就是性格,哦,他性格性,呃,性格,对吧,最差,呃,我要得到的,哦,一定要得到,大家都知道哦,因为你学过的话,你就知道哦,要你没学过没办法哦, 因为,就给大家讲一下,就说,我们不是说嘛哦,就是说,生孩子,千万就不要生三号孩子,对吧,因为会把你气死,对吧,就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你会知道,那么,当他们两个哦,他们两个,一在一起,一号人跟三号人是干不了活的,两个人都是特别的强势,一个就自我为中心,一个就是我想要什么就什么,因为我是不讲道理的,因为这孩子性格哦, 不讲道理哦,就是我,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是什么,所以呢,这两个人是很难相处的哦,所以有,有,有矛盾是很正常的哦,有矛盾是很正常的哦,那这就是从他的八字中来显示,也是这样哦,那你会发现吗哦,水都木飘,你看一下嘛哦,他是不是那个嘛哦,他是,今年不是鬼毛年吗,对吧,鬼毛年就不就是,鬼毛年不就是水木吗,水木年份嘛,对吧,水木年份就去世了嘛哦, 这就从这个来看,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他妈妈的哦,看他妈妈的,这是在百度上面哦,这是他妈妈的生日,那么他妈妈生日,我们来看一下哦,看看到底是,是哪一个哦,哪一个,那因为有人家会说,这个是阳历呢,还是阴历,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就正好了,对吧,正好可以看一看哦, 你会发现,如果是阳历,那么这个八字是,水是为止你心,为止你心的话,那么第一,春末的水其实不够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有陈土也是说明,有可能是入木,对吧,水木嘛,水库嘛,所以呢,孩子心入木了就不够好,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第一, 第一,他春天的水不够旺,但是他这些,他在这个年份的时候,他走的其实是水运,那么孩子应该,不知应该出事,理论上来说,对吧,不应该出事,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不是阳历的哦,那个年代的人很可能是阴历,我们看一下阴历, 阴历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很符合他们的真正情况,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有一个网友也跟我说,说我说的挺有道理的哦,就是说,本身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跟爸爸姓,一个女儿跟妈妈姓,就已经显示出这个妈妈是很强势的哦,所以呢,我之前说是从,从他,从孩子的八字看得出他妈妈, 妈妈强势应重嘛,妈妈强势嘛,就说的这个是确实是对的哦,这个逻辑上是对的,因为一般是这样的,的家庭,你就会知道这种妈妈一般都是很强势的哦,就是会这样要求,好,那我们来说,那看看他这个八字,他到底强不强势呢,我们看一下哦,先不要说强不强势,首先到我们时辰不知道,我们还是要去掉哦,不要去假装人,不要假装什么时辰,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 他是属假木嘛,对不对,他属假木的话,那么他是用火,火是,火是孩子心哦,那么火是孩子心呢,你会发现,他本身是出在火的月份,对不对,出生在火的月份,那么孩子心是不是很旺,那么孩子心很旺,是不是说我,说我的孩子很有出息,对不对,很有出息, 那其实他已经暗示到他孩子是很有出息的哦,但是为什么孩子会出世呢,对吧,你要看一下他是,他其实是,你看,他八九年出世一个,八九年是什么,丑五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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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就丑坏了这个午火,对不对, 然后室友,室友丑,本来就是丑嘛,对吧,丑嘛,室嘛,对不对,因为他走的是金运的,对吧,金运的,室友是三合金哦,三合金,这样的话,他这个火其实已经就是没掉了嘛,对吧,那以后你会发现他是止运的时候,止运的时候出世嘛,对不对,止运的时候,你看一下哦, 对不对,止运的时候呢,止运的时候,对不对,止运的时候,对不对,止运的时候,对不对,这两个火也是没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这样出世,然后你再说,再说后,你里有几个例子,你现在,今年,对不对,今年是不是在这个里,在这个丁有运,丁有运这个有,有在这里的话,那五有破,四有又何金呢, 四火也没了,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这个八字就是准的哦,他就知道,他孩子很有出息,但是呢,他走到运来,看他孩子是有栽的,对吧,有栽的,是对的,那也呢,那为什么说他强势,你看一下嘛哦,你看一下他这个,他就是夏天的,夏天的那个嘛,夏天的木,夏天木,夏天假木,夏天假木,夏天假木, 火旺,火旺,火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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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旺的月份 我们叫时商旺 时商旺就是 就是管老公客服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把这种 其实是有这种信息 我们再来看 前几天呢 就是有一个网友给我发来 是这个生日 我一打开来看 这个生日我真的看不出来 很明显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现在看到原来 原家是真正的是8月20号 这个就不同了 对吧 这个就不同了 那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8月20号的 八字就很明显了 怎么明显呢 就是如果你学过的 就刚刚说 第一个他是三号孩子 三号人 三号人就是 我想要什么 就是什么 不管任何 规定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这种孩子就是 就是这样父母头疼的孩子 就是 以前上课时 就大家都讲过了 就是 要什么样的孩子 都不要要三号人孩子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据说 据说他前男友说 控制欲特别强 那大家看一下嘛 我们又再说 不知道的这个就去掉了 不知道是谁去掉 他是 他是秋天的雾土 他在八字里面 根本就 你看这是水 这是金库 这是金金水 所以呢 他是食伤过重 食伤是代表情欲 代表 代表欲望 食伤过重 追求过大 那刚刚说过了 就是食伤旺的人 就像刚刚那个 他的妈妈的 就是姓朱的 那妈妈的 朱妈妈的 他的八字也是一样 食伤够旺的人 是克 对吧 克 所以呢 他前男友说 他控制力特别强 是正确的 这种人的 克中学是特别强的 就是 我是孩子行吗 我的玩具 我要 你的玩具 我也要吗 对不对 我什么东西都要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是不 不讲道理的 孩子你是讲不了道理的 对不对 不讲道理道理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 如果按照这个来说 那么他食伤 我们也知道食伤的人 就是 太旺的人 他是不讲究法律 什么也不讲究的 就是 他因为 伤官重的 像我们叫什么 双观 对吧 双观 客观的 就是 他不服管 也不 不在乎法律的 比较大胆的 也让他这个八字 是不是完全没有火 没有火 就不光明了 就比较黑暗了 对 就做事情 就是说 我们说一个人八字 看一个人 看一个八字 看一个人 一个人 是不是好人 是不是好人 要看他八字里面 有没有火 有没有火 因为火 代表光明 代表他做事情 比较 就正派光明 也让他看看 有没有木 木的话 是要看看 他有没有人心 对吧 人耻 木是代表人耻 火是代表光明 光明 代表爱心 那你看到 这八字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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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确实是 按照 按照八字上来说 这个八字是比较符合的 所以呢 他这个出生日期 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 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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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